杨幂,我宁愿节目中卸霜一万遍,都不想打变话给小糯米。 明星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呢?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在他们的生活里比常人多一种关系群体,粉丝。 然而,现在的粉丝们都太喜欢关注明星的新生活了,这样容易给明星带来很大的困扰。 杨幂就曾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已经没有隐私了,平时的行动都会被狗仔发现,自己住什么地方住哪个房间都会被调查到。 有人说杨幂很错,尤其是她的声音很矫情。 不过喜欢杨幂的粉丝就说杨幂的声音是一种特质,听起来很甜很酥。 也有人觉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杨幂,就是觉得她让人勉勉不忘,也许是因为看过她太多的影视作品,又也许是因为她那张高颜值的脸,或者是因为她独特的性格,所以会和很多人一样喜欢她。 很多时候,甚至也会为了看杨幂而选择去看谈判官和翻译官那种自己根本不感兴趣的电视剧。 没办法,杨幂的作品一步接着一步,对她的期待也越来越高。 杨幂忙着工作,总是没时间陪女儿,那次她在节目里被要求要和小诺尼打电话,她很感性地掉了眼泪。 她甚至还说,自己宁愿卸妆几百次,宁愿量身高,也不愿给女儿打这个电话。 而她这样也只是为了保护女儿,不让女儿被舆论的声音打扰。 。